所以大致能信 这个不可思议的访问 接下来 一切世间 千人 阿修罗等 那么这个 天道 人道 阿修罗 是属于三三道 这个世间就是以这个什么 三三道能够接受这个进度法门 那么三二道就很困难 当然我们有举过例子 这鹦鹜和往生其中的世界也是有 那机会比我们这个三三道少之又少 那么在这个三三道 以人道 是什么 法器 为什么 苦乐参半 因为有苦他想要处理 那么你天人呢 因为他是在一种遇乐的这个环境 处理心少 除了他过去世的善根 那么这样才在这个学佛 所以你说到天上去呢 要修行处理三界 不容易 好我们再谈到这个阿修罗道 阿修罗道呢 在此云飞天 为什么说飞天 他有天之福 但没有天之德 他称灰心很强 所以他没有天德 所以有时候他会跟一龙大帝作战 称灰心强 嫉妒心也强 所以天上还是不安稳 有时候阿修罗会跟一龙大帝作战 那么这个 阿修罗呢 譬如我们看到这个经典呢 有谈到六道 但是有谈到五道 那五道 另外一道跑到哪里去呢 就是阿修罗呢 分配到其他四道 这个天啊 人啊 还有什么 畜生啊 还有个鬼道 这四道 所以阿修罗呢有四身 胎卵私化 我们说呢他是卵生 就是属于鬼套阿修罗 那我们说呢他是胎生呢 他是属于这个人道的阿修罗 所以我们说这个人脾气非常的 不躁 三个星人的强 就是阿修罗来的 说人道的阿修罗就是这样子的 那么说他这个跨身 是天驱所 说舍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有天之 福没有天之德 就是属于这个 他是属于这个天道的阿修罗 他是跨身而来的 那么私生呢就是畜生 出生道 出生道 好就是 阿修罗呢有这四道 那么 等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呢 他还有这个天龙八部 还有其他的这个 三道的众生 我们刚才是类型的这三三道 还有三二道的众生 来听这个宝 好 那么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要注意 注意什么呢 我们在这个 通序 这个六种成就的众成就 有类局 这个僧文道 僧文是在前面 中间呢在提到是 菩萨众 紧接着呢是天人众 是不是 但是这个地方为什么 少了菩萨众呢 为什么呢 好 对于这一点呢 我们用这个 这个是蓮池大师他所说的 有两种情况 第一个 把这个 菩萨众呢 放在什么 搜射在这个比丘当中 这个有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这个菩萨众呢 他不藏水果 但是呢 他 同样是跟这些 比丘是属于 贤圣等旅 就是非凡夫 所以他是跟这个 比丘众呢 这些贤圣僧呢 放在一起 缩涉在这一边 那么另外一种情况 这个菩萨众呢 这个菩萨众呢 他是 真俗 这个双龙 这个水泪硬化 所以我们把这个也是规律在什么 这个世间 这个比如说天人 阿修罗 受受在这个地方 是这样 那么在这个称赞净土佛 色寿经 他在对这个 这边的观例呢 他是这样子讲的 是菩萨传 宿经 以尊责 色律子等 诸大声闻 及诸 菩萨 摩河撒众 无量 天人 阿修罗狗 这个地方都有提到呢 是什么 这个 这个 这个提到这个 菩萨众 那我们对这个 我们再多讲一些 这个色律佛及诸彼丘 我们说呢 刚才呢他是属于 这个 圣 上圣 上圣 那么对于这个 一切世间 天人 阿修罗等 我们说他是 下坝 那么这有什么含义 就是说呢 净土佛门 他是三根 普遍 所以不论你是上圣也好 是下坝也好 同样修行这个佛门 能够 往生极的世界 三根 普遍 这个含义在 下坝 好 接下来 闻火所说 欢喜信受 作礼而去 那么这个地方呢 这个欢喜呢 就是说 身心一悦 明欢喜 信受呢 这个 毫无疑惑 明信 就是说 佛说史 付经 那么听众呢 经文这一部经呢 没有这个疑惑心在 那么假如说 你听了这个法门 当然 那么 那么你依照你这个 这个 潜见呢 认为 还是有这个华语说 不太可能 这业障 深重 还能不能往生极六世界 但是 你还是有勉强的来 来练佛 这种人 往生到极六世界 去到什么地方 编 层 就是说呢 五百世呢 不见佛 不闻法 还不见 这个 菩萨众 有生人众 是这样的 他这个罪效以后呢 才能够得胜 主的世界 所以这个信呢 就是 非常的重要 接下来 领纳不忘 明朔 作礼呢 为什么要作礼呢 因为 感大恩德 佛生归命 礼应作礼 而去呢 就是 依教修此 一往不退 所以这个 而去呢 这个含义就是说 我们 信受奉行 那么此生呢 这个 恋佛不间断 乃是到黎明宗的时候 这个信念 颠倒 一往不退 所以他能够乃是失恋 能够往生其中的世界 那么到极客世界以后呢 我们说 元正三不退 这个也是什么 一往不退 就是说他 就是保证他 必定成就活到 不退 凡乎为 不退为 小僧位 这样子呢 大圣的这种境界呢 只需 入活道 一生成就活道 而言而去 好 好 我们就上到 我们再休息十分钟 欢迎透过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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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请放假 我们上堂课呢 谈到 文佛所说 欢喜信说 作离而去 我们现在呢 用这个 世西坛 来配合 来说 这个欢喜呢 这是属于 世界西坛 欢喜意 信送呢 是为人西坛 生善意 作离 是对治西坛 破恶意 为什么说是破恶呢 因为他是归命于佛 变了破九法戒之恶 因为九法戒的众生呢 都还没有圆满 我们说这个等劫菩萨 等劫菩萨呢 他还是有根本无名 有所不知 所以他还是必须要到 时光世界呢 去寝世佛 那么这样才圆满他的佛果 所以就是属于什么 归命于佛 就是对治西坛 破恶意 那么而去呢 是地义西坛 入礼义 因为这个 净土法文呢 他是圆满法 所以他是 第一西坛 入礼义 好 接下来我们用三支梁 来跟这个配合 那么三支梁 就是信愿行 那么文而信 就是属于信之梁 信而受 是属于愿之梁 受而去 是属于行之梁 那么这个跟三会 就是文师修 配合来讲呢 文及文慧 那么欢喜信受呢 是属于师慧 去而修持呢 是属于 修慧 就是这样子来配合 好 我们这个 第三单元 证节经文呢 收尽 接下来我们再 这个讲呢 第四单元 节式欠修 那么这个寄送啊 是夏连居老居士呢 他所做的 这用他这个寄送呢 来这个做一个 这个 节式欠修 好 我们把这个呢 练一遍 好 有大福德使练佛 发不离心修十善 佛说无上生妙禅 遣人当作浅寡汉 至于庄严三叶静 坚守仲戒 勿扫患 打破人我 是非关 放下生平贤施劍 谈选说妙不相干 三至真传老实恋 直此即是长夜灯 苦海此行斩魔剑 要把多解生死根 直拼此身做呆汉 五中八教语句说 切莫念外密方便 过凡过急同事病 强详一心心悦乱 至间如钢 气如棉 不见不杂 至成片 因心果佛 互感应 根深器械 前转患 煩恼为乎念不依 习气不除 活不现 千万俱如一俱实 何丑不见弥陀面 此事非意亦非难 三昧全品性行愿 这个是赛居老基士所做的寄送 我们来解释 第一句呢 谈到有大福德始练佛 八福利先修实善 那么这个本经呢 有谈到 不可以少善跟福德因缘得生彼果 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 要往生极乐世界呢 就必须要有多善跟多福德 那么怎么样此才能够称为多善跟多福德呢 就是什么 施活笔号 就是施活笔号 那么又正如这个无量寿经 他有说到呢 若不往昔修不慧 于此正法不能稳 就是我们今生呢 这个时候能够听闻 佛说阿弥陀经 这乃是我们过去累积中所积极的浮沸之良 所以才能够听闻这个法 但是 你这个闻还要怎么样去信 然后再怨再行 后面还有这个什么 这个往生这个三之良 你必须要去积极啊 你闻而不信 你就不用说这个变跟形 所以你能够支持灵号 表示你怎么样 你有闻而生信 信而有发变 所以在支持灵号 所以我们说这个人是怎么样 有大福德死恋谷 是这样子讲的 那么这个恋谷呢 我们举一个公案 这个古德啊 就是有一天呢 在抄写这个宝华经 那么这个 因为他抄经呢 非常地专注 是遂得恋己勤王 所以这个天黑了呢 他也继续来是什么 去抄写这个宝华经 那么一般来讲说天黑人看不到字 你怎么去抄写这个经典呢 就是他的什么 这个恋己勤王呢 就是什么 心眼开了 所以这个黑暗呢 不障碍他 如同什么 就是什么 有灯光的一样 所以才能够抄写这个宝华经 所以他的适者呢 一进门 哎呀这个主人啊 你这个女生的所长看你一看 哎真的 不见所长啊 怎样这样子 竟然还能够抄写华华经 准恋己勤王 所以我们练博呢 怎么样有成就 准恋到呢 这样子 练己勤王 坐下来呢 吃饭时间到了 忘记吃饭了 这个也立马保证成功的 要知道这种程度 这个人呢 不往生才怪 你必定往生的 所以能够往生到极乐世界呢 我们刚才讲说 有大不得使恋佛 那我们说 你因为恋佛往生极乐世界 这个人是什么人呢 我们说他称他是如来的 因为什么他一生能够成就佛大 就是圆满佛果 是往生极乐世界 就能够圆满佛果 好 接下来 发菩提心修十善 我们这个呢 第一个我们谈到这个 发菩提心 那么在无量寿经啊 他有说到 三倍往生啊 都必须要 发菩提心一向专念 无量寿福 可见呢 我们要往生极乐世界呢 以什么 发菩提心为本 以信问行呢 为什么 我们的宗 就是宗旨 所以这个发菩提心也是很重要的 那什么是菩提心 我们在这个往生论连他有说 菩提心者誓愿成佛之心 那我们依照这句话 菩提心者誓愿成佛之心 我们看这个 弥陀士八大愿 他每一愿呢 都有什么 设我得佛啊 是不是 所以呢 我们要是能够 常常的读诵弥陀士八大愿 我们的菩提心呢 不会退转 那么在这个华音经他说 忘世菩提心啊 修诸善寡 是比摩耶 所以我们在这个练果呢 绝对不可以忘本 就是不能够迷失这个菩提心 迷失菩提心有什么坏处呢 你所练的佛号 所做的这个十善寡呢 都是人天有落的不报 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怎么样子 不是心不退转呢 我们就是呢 常常的读诵弥陀士八大愿 因为呢 这个士八大愿就是 瓦藏比丘当初 四愿成活之心 他所发的十八大愿 我们现在呢 跟阿弥陀的愿力要相感应 什么感应 我们就常常读诵 四八大愿 这样子我们可以讲说 把士愿成活之心 所以我要怎么样呢 要练活往生起的时间 那就是感应道教 好 那么在净土中 十一祖 神安大师啊 他有写的是一本呢 叫劝花不离心文 那里面有提到呢 花不离心的因缘有十种 其中的第九呢 就是求生净土故 所以花不离心 好 那么这样子就跟我们刚才讲的 三倍广生都必须要 花不离心 以相传的 这个就温和了 好 这是谈到花不离心的重要 接下来我们谈修食善 那么练活法门呢 是以修食善为祝恨 虽然说是祝恨 但是呢 他也可以说 我们是练佛人 落实生活的修行法则 修行法则 就是这个食善法 我们的生活呢 要怎么要落实在 就是这个食善法 这个境界 所以我们就说 生活及食善法 食善法及生活 要踏踏实实 在这个生活中 要发挥出来 那食善法呢 就是不杀身 不脱盗 不邪眼 不妄言 不欺宜 不耳口 不两者 不贪 不撑不辞 这是食善法 那么这个 不杀身 不偷盗 不邪眼 不妄言 这个 是属于什么 都是四重界 那么怎么样子 在过程这个 患了四重呢 我们说这个 杀生 杀死人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呢 这个 不偷盗 是说呢 他怎么样 他是偷了贵重之物 价值 是一千块以上 那么这样呢 是属于什么 这个 这个是重界 那么这个 这个邪眼呢 就是说 于正期之外 行这个什么 这个云欲 这个就是属于这个邪眼 那么不妄言呢 就是说 他是 说过人之法 什么是过人之法 就是说呢 我修行的正德赐果 或是我得这个人天的这个什么 这个禅定 因为这些是属于过人之法 那么一讲出来 就是什么 大忘 所以这四种重界 要这个 不犯 要注意 那么不但呢 不犯 我们说 第一个不杀生 而且我们要怎么样 放生 那么慈悲嘛 看到这个 这个众生要被杀呢 不奸呢 所以我们要怎么样 慈悲心呢 要随缘去帮助他 让他自由自在呢 这样子 他的这个 在天地呢 他的生命 功德是无量 那么不但呢 不偷盗呢 我们要去布施 那么布施呢 舍弃我们这个奸贪心呢 那么这个奸贪心呢 把这个慢慢的这样子呢 这个舍呢 等于说我们对这个世间呢 这一切的这个 这个人事物呢 也把他舍去 这个贪心 所以 以这个财布施 为因 为守 为先 渐渐的 再把这个 五一六成的这些呢 把这些境界呢 通通都要舍掉 那么这样呢 就是信念经兼顾 接下来呢 不但呢 不斜眼 而且我们这个居士呢 要培养清心寡欲 清心寡欲 那么你这样来修行呢 可能会有什么 跟那个正道相应 比如说因果 我们心地清净 你这个果报一定是什么 净土嘛 所以实际上是因果配合来讲的 好 我们说呢 不但不妄于 我们要什么 能说能行 心口合一 我们做不到的事情 我们绝对不答应别人 我们答应别人 我们一定要把他 尽量把他做好 如果做不好呢 我们要 起这个忏悟心 假如说在中途 我发现我的能力不足 我要跟他讲 这样子才圆满 这个因果方面来讲 才能够不要负担这个因果 是这样 好 不其余 不恶口 不两舌 那么不其余呢 就是不发言巧语 不巧言吝啬 不恶口呢 就是说不粗 这个粗暴的语言 乃至呢 必要伤人的自尊心 这些语言呢 都必要说 不两舌呢 就是不挑拨是非的 这个 剁过两头呢 这都是我们 练波人的不可以做的 接下来 不贪 不撑 不吃 所以我们 要是能够 关心回调 常常呢 起贪真吃 关照 咦我们就不贪 不撑不吃 自然怎么样 那你前面的这些过半人 不会去做 你就不会去做沙盗淫妄 也不会去忘语这方面的 所以说渐渐的远离 什么 生活二业 这样子来积极这个 善法治疗 所以我们说呢 其实这个善法呢 虽然是一个祝恨 但是呢 他 还是我们练波人的 这个生活中呢 修行的一个怎么样 一个准则 是常常要关照自己的内心 不贪 不撑 不吃 这样子 好 那么在沈安大师 他有说呢 不以念果为己 而以世间小善为己 不以生死大事为先 而以人天福报为先 事不知先后也 那么这个意思就告诉我们说 练波是我们的憎恨 修这个善法呢 是我们的促恨 你绝对不要本冒讨子 比如说呢 你这个护士大众呢 或者是道场这些护士呢 太多间呢 疲劳奔病的 如果呢 你这个 包括你的道业 你练波练不下去 因为体力消耗太大了 你这个变怒为什么 人天善法 你这个不是修行人所应有的 比如说要以生死世大为先 你这样都搞错了 对不对 因为你这个体力透支的嘛 所以我们修行要怎样 要本冒讨子 这个是非常的重要的 很重要 那么又说呢 居士今日药物 唯当谢杰人士 一心念佛 加以齋戒二治 尤为尽美 所以我们在家居士呢 事情多 那么这个事情多呢 我们就分成这个大事跟小事 大的事我们的确是要去处理 但是对于这个人行事故这些小事呢 我们尽量去把谢杰人士 做什么呢 一心念佛 那么有一年呢 我们去说这个灾戒 比如说参加这个八观灾戒 那么这个真上品味 这个也能够积极这个资料 也非常的好啊 但是你在说八观灾戒呢 这一天要注意 少说话 你这样才能够设心 当然在这一天呢 是以炼佛呢 为正念 为主 那么有时候呢 你可以怎么样 思维这个六炼法 你这样才心才会什么 这个收射呢 这个什么 身心 正念分流 这个六炼法呢 就是什么 炼佛 炼法 炼生 炼天 炼戒 炼师 这一天呢 你的炼童呢 就是除了炼佛 就是什么 就是六炼法 你这个的确 这个受这个八观灾戒 是上品 功德无量 好 接下来 佛说无上生妙禅 遣人当作遣法看 好 佛说无上生妙禅 我们说炼佛有四种 这个观想 观相 还有什么 识相 还有这个慈活名号 其中 以慈名是最为奇迹 为什么说是最为奇迹呢 因为我们迟到一心不乱 这个十相妙离呢 全体显露 为什么说 这个十相妙离 全体显露呢 就是说我们这个 从 念佛呢 念念相续不见断 乃至呢 得一心不乱 得到一心不乱 这个当下呢 反观 能练之心体 空空极极 但是你这个一心不乱呢 你无练而练 还是有阿弥陀还是练 从你心中又一句一句就跑出来 这个时候 这个阿弥陀佛呢 不是你能练的心 是你的自信呢 显现出来的 所以我们说 阿弥陀就是你心中本具的阿弥陀佛 是这样的 是我们本具的 所以我们说阿弥陀佛呢 我们先从这个四相 有练 有这个阿弥陀佛 到最后呢 诶 我心中 本具有这个阿弥陀佛的佛心 这个称为什么 十相练 就是自信佛 这境界是非常的高的 这个呢 就破无比了 它就是什么 十报中阴图 是这样 接下来 西方妙境 彻底原章 我们念到一心不乱呢 这个 这个当下呢 阿弥陀佛给你加强信心 增长信心 显现的极乐世界的广场之下 这个一报 正报非常的庄严 增长的信心 是这样的 所以有说 慈敏及轻正实相 你不用呢 我一开始 我就是 我是一个学者 所以根气很利的 我就是要修实相法 那是错的 我们老实还是持我名号 有一天轻正实相 这个是非常稳当的 所以不做官 能够什么 侧见西方 就是只有单凭持活名号 所以我们就是 从这个聚聚相续 无有间断 若一日若二日到若七日 得什么一心不乱 我这一期得不到 我在第二期 哪一次呢 到往生之前呢 都是一起一起得 这个练佛 就是那种怎么样 泡药 成就一心不乱这个心呢 用不退转 我说这个人保证 这个境界很高 好 好 所以 此名义法 乃 极事极理 极浅极深 极事极理 就是我们刚才讲 从事实啊 希望阿弥陀佛 这个极乐世界 我练阿弥陀 往生极乐世界 这是四相 那么呢 练练到这个一心不乱 刚才说的反观 这是什么 离心 这是十相练佛 那么这样呢 这个往生呢 就是到十报装明土 分破无名 分正化身的境界 所谓极浅极深 极修极性 极凡心 极佛心 就是我们 极修极性呢 就是修得有功 性得方显 虽然一开始从事实呢 烈阿弥陀 到最后呢 其实是你的佛性呢 显露出来 所以就是极修极性 性本具 那么极凡心 极佛心呢 就是说 是心做佛 是心是佛 你练佛的当下呢 每一句佛号 都是创造佛法界 这是不可思议的这种境界 你就是什么 都是什么 每一个因 每一个种子 都是成就佛 因为你是练阿弥陀 我们是因嘛 以后呢 成就佛道 所以是创造这个佛法界 所以在大基金 他有谈到说 若然但念阿弥陀 是明无上生妙禅 所以这个地方呢 佛朔无上生妙禅 是指呢 十佛名号 也说的 好 接下 前人当作前法看 我们说呢 念一生阿弥陀佛 无人本命原成 能够转武浊为净土 那么这一句话呢 对于这个卑劣的人 认为说我是什么 业障深重的凡夫 他不敢承担 这一句话 那么对于这个学者呢 比如说他认为 我是一个读书人啊 我是教授啊 我学问很好啊 我这个根气很好啊 对于这个使佛名号 他认为是 灾公灾婆在做的事情 我应该怎么样 我应该是要研究大圣 这个奥妙之理 因为我这个程度这么高 但是呢 虚知 这个 五逆十二之人 灵命中的时候 遇到三世跟他开导 比起于受教呢 这个胃满十身 蒙活见 往生极德十戒 所以怎么样呢 以自列自居者呢 可以兴起 如果你是一个业障深重的凡夫 你还不自宜是造了 是鼓逆十二的众生吧 这么重大的罪吗 他都可以往生极德世界 你